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目前为止 已经到了一对一对决 到现在为止 让观众印象深刻的 只有那吴克热带来的儿子吧 其他选手带来的歌曲 感觉传唱度都不高 感觉本季的选手不如之前的几季 不过看到那吴克热wise对决的时候 突然发现其实这季的选手还可以 因为我突然感觉到有点gay up到对决的味道 不过不仅选手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的制作人也发现了很大的变化 之前比较安静的热狗哥 设计也变得格外活跃 导致我们张真月都快受不了了 我们的狗哥更是因为说了这些从小老弟的独乃成功的晋级死神 导致我们吴亦凡和邓紫棋都不能容忍的 可谓欲言成真哦 事情的开端是这样的 开始死亡60秒的时候 出现了许多新旧的选手 当然作为说唱节的老炮 肯定是认识人非常多的 再加上本计划有比较多 一来一位选手我们热狗就介绍 这是我的小老弟 结果连续来了三位小老弟都被淘汰的 我们的吴亦凡都受不了 直接不能容忍 让我们狗哥不要说了 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但是狗哥独乃之名人人敬畏 之后有了一定好转之后 我们狗哥又闲不住 在一对一对决的时候 又开始欲言一语成真 说到现在你们都是平分秋色的话 我们就会看你们失误的问题 结果每次一说完被说的队伍就有一个失误 导致我们吴亦凡都不耐烦了 潘伟博一脸蒙蔽 而我们邓紫棋更是抱怨狗哥怎么每次讲的都那么准 导致我们热狗也不好意思了 本门来源 娱乐路见解 反权归原作者所有